职人的精神以及工艺要靠着教学传承来延续到下一代 但您看到这是台中市劳工局 举办职人传承新秀选拔 艺术器族职类的获奖者是携手 打造了台中第一座的砌砖花台 多样工法呈现了立体层次 还融入了太平农业百合花蜜蜂 就坐落在太平区的巴德公园里 拉开红布条群上拍手欢呼 迎接职人新火相传起砖花台启用 这是台中第一座职人创作艺术花台 坐落在太平区的巴德公园内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才改用这个职人传承新秀的方式来做 它这个作品真的不管在细致度 或者是整个作品的完整度的话 都非常非常好 把我们的蜜蜂还有百合花 相关的这些农特产品 结合在我们花台里面 每一次的竞赛都在台中市政府那边办 办完的作品全部都要把它拆掉 非常可惜 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刚好因祸得虎 由选手净途当中 直接找地方 然后把这作品做在这边 锯贴敲纸之后 然后把它融合在这里 又生浅布衣的气装材料 彩平器 横器 切割等多样工法 打造立体层次感 又融入太平能产特色百合花蜜蜂 打造独具太平特色的气装花台 劳工局举办职人传承新秀选拔 获得艺术器足 职类净途的选手 由黄文才指导绘图 师生 师徒 父子 共亲人 起手合作 共创花台 名为星火相传 象征职人手艺 透过教学传承到下一代 为了符合当地的一个特色 所以来这边摊查了几次 摊查然后来访问 来了解之后 然后融入当地的内容进来 那把元素加进来 才会让这个作品 不会太突兀 有别以往职人竞赛 首度将作品 实作在公园成为艺术装置 美化公园绿地 未来太平区行政中心 也将盖在公园旁 从花台的设置 开始带动 区里公园的艺术休闲气息